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有否覺得今天好像在做勁歌金曲 我主持一個歌手 歌手就是一個不小心 原來他是神病科的專科教授 鄧志偉教授 教授叫Sidney 因為今天是健康小壞蛋 我最喜歡大壞些 現在要做小壞蛋 如果大家還記得在 我們的《開心千人大派對2023》 在麥花省場館兩天 很熱鬧 只靠你而已 教授Sidney不是來看正 而是來唱歌 而且唱到全場人 大家到處找你那首歌的歌詞才好笑 即是甚麼歌 這首明明是千個太陽 但唱到這麼有趣 這也是一時的佳話 反應很好 所以我就不行了 我要找Sidney來 我們來健康小壞蛋吃一頓好吃的 今天準備來阿洪小吃吃一頓好東西 阿洪哥現在正在做 我們先談談 我想問 學衣難一點還是學唱歌 你有學唱歌嗎 是嗎 有的 哪件事難一點 說真的 我覺得學衣難一點 當然 因為學唱歌我是一個很難的學生 即是說自己有天分 曲線說自己有天分 曲線說自己有天分 這個曲線就是說 我是間不中上下課 其實上得很疏 不過上課的原因 就是因為 有一次認識了一個潘若芙醫生 原來他是女高音 他說不行了 你要來那裏唱 學唱 所以那些藝術歌 真的要學 你先學藝術歌嗎 還是因為藝術歌可以學到運氣 就是因為他這樣說 我就去學一下 原來發覺也很難 所以就 不是很勤力 所以就覺得 如果你叫我再想回 學衣 我真的要日日夜夜坐在那裏 讀書 寄東西 有壓力 唱歌 我覺得比較容易 唱歌的時候 他人很輕鬆 我看到 好像很放鬆 而你的輕鬆放鬆 亦都影響著台下大家 感染到大家 即是穿透力 現在很流行 穿透力 穿透了過去 而 喜歡唱歌 就是喜歡唱歌 但去到你的位置 簡直是把一首歌 不如我這樣改 改成一首跟醫生有關的歌 這個都去到你的層次 有一個境界 這個層次 其實好像阿彈哥 你剛才這樣說 我們的聽眾 忽然間會有些共鳴 因為我們經常講 醫學的事情 有些什麼病 你要注意些什麼 講得多 好像 人們聽得多 有些都很悶 很悶 你都是講過一些事情 每次見營養師 不用了 他都講過一些事情 所以我想一下 如果將他用一首歌 大家都聽過的旋律 配上一些歌詞 可能容易入腦 唱出來的時候 他可能真的會聽 所以想了做這件事 剛好我們神科界有一位關醫生 多年前跟他一起炮製了這首歌 跟他一起寫詞 當然也有請教過鄭國光老師的鄭sir 給人顧問意見 對 發覺這些歌原來都可以 挺有趣 人們聽到又會有些共鳴 又會記得裡面的主題 內容 所以就有了這個概念 小時候的鄧志偉 Sidney 夢想是唱歌 還是我要做醫生 有沒有一個追求 我其實小時候的夢想 是真的做醫生 是想做醫生 是想做醫生 是小時候已經有 不是家裡要脅迫 不是 是嗎 家裡是幫我看醫生 因為小時候我有哮喘病 我記得很多時候會喘喘 要看醫生 但當我懂性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自己是想做醫生 當然唱歌也是喜歡的 小時候也是喜歡唱歌 不過從來沒有想過 不如做一個歌手 因為說真的 說真的 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唱歌好 說真的 你的感染力很厲害 是吧 唱歌的那些 我懂不懂嗎 立刻說 找回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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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醫生都喜歡玩不同的樂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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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醫生都會作曲也有 寫詞也有很多的 可能我自己也喜歡唱歌 都有作曲的 如果有這方面的傾向的朋友 醫生也會較容易談 就可能會做一些歌 或者想一些新的意思 很有趣 你說要做醫生 但為何專科去到腎 講一下醫生 不講唱歌 為何會專門去腎科 這件事頗有趣 當年我其實是想做內科 我們醫學有內科、外科 精神科、婦產科 我打算做內科 做內科再分開很多不同的細科 凤濕、心、肺、肝、血、皮膚、腦科 為何我選擇腎 因為做內科培訓時 要做輪轉 要去剛才我說的科目 每一個科目都要去三個月 做輪轉 然後要去考試 我們叫做一個專業試 很有趣 我當時想做心臟科 但去到考試時 剛好就輪轉到腎科 然後再考專業試 我們就考到了 考到之後 再可以做專科 你要考了專業試 才可以再選擇你的專科 當時的老闆就做腎科 他說Sydney你做腎科 那時我沒有餓 但其實我打算做心臟科 心臟科的老闆 也知道我打算做心臟科 說笑而已 他說心臟科有甚麼好做 賺賺賺 你知道甚麼叫賺賺賺 即是心臟科的 觀心病的血管 塞了 放一個通波波 術語就叫做賺開血管 所以你們行內屬於是賺賺賺 他說賺賺賺 都是賺賺賺的 來做腎科 當時我說是年輕人一個 我說好 我也喜歡 既然你喜歡我 我也想做 回去跟心臟科醫生說 老闆說 我現在還是想不做心臟 我想決定做腎科 做甚麼腎科 腎腎腎 很聰明 蛋哥真是蛋哥 他就是這樣說 他說洗洗洗 腎科有甚麼好做 洗洗洗 糟了 這位年輕人 站在賺賺賺和洗洗洗的中間 果然是一首歌 應該可以創作 是一首歌 洗洗洗賺賺賺 終於想了一晚 我想了一晚 決定洗洗洗 自己決定 有沒有跟任何家人 沒有 沒有 自己決定 整個過程從醫 因為我家人 都不是這一行 不是這一行 所以基本上我自己決定 洗洗洗 洗洗洗 洗出一片天 不敢這麼說 不過你這個問題 這位腎科老闆 鄭醫生 他現在退休了 他幾年前也有問過我 他說Sydney 你應該沒有 regret 是吧 沒有 絕對沒有 所以那條路是不同的 不過 蛋哥你也這樣問我 沒有 regret 沒有 regret 可以在洗洗洗的過程 可以幫到一些 幫到甚麼東西 對你來說 沒有 regret 我真的幫到病人 是幫到甚麼東西 幫到他們的甚麼東西 我想其實那兩個病的性質 是很不同 但亦都很相似 我解釋一下為甚麼 因為如果是心臟血管 贊贊贊 贊完之後 就已經通通通通過了 對不對 病人就會很開心 大家會有一個即時的歡欣 即時的喜悅 挺開心的 我可能再見過病人 一年半載 調教一下藥 已經沒事了 洗洗洗就不同了 洗洗洗真的是一個慢性病 你不會說 那個病人不會因為你幫他洗 他更開心了 因為 大家都會知道 如果要洗腎 其實不是一個好消息 不會因為洗了 醫治好了 又醫不好 其實是一個替代治療 所以你和病人的關係 就會密切一點 因為你不會 醫治好了他 那就再見 他繼續回來找你 你會繼續幫他做治療 就是要照顧他 當然最終 都希望可以 由洗洗洗當中跳出來 就變成一個換換換 不是玩那個換 是換 器官移植 換神那個換 你就會看到他 換了之後 他就真的開心了 但是這條路要等很久 尤其是香港的器官捐贈 輪候時間很長 所以期間可能你會看到 那個病人也會有其他病發症 所以我剛才說 心臟和腎臟可能是 兩個不同的科 但是大家都很密切 原來我們的腎病病人 大部分病人的病發症 都是在心血管的問題 所以 回到頭 他們又有很多心臟的問題 血管的問題 可能我又要 到頭又要找心臟科 幫我處理一下這個病人 因為他需要 賺賺賺賺 所以是有一個關係在這裡 談了一段時間 原因是因為 什麼叫萬公出世貨 就是牛熊哥 自己親自在廚房裡 撇一下撇一下撇 撇到慢慢撇 要撇到這麼漂亮出來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 小壞蛋 酒微菜膜 不成敬意 對的了 我極力推薦你吃 手瓜起展的鵝鵝鵝 這個手瓜起展鵝鵝鵝鵝 第二代都很難找 不過我們要慢慢吃 要用戴手套吃 我們先吃東西 潮州食物不用多作介紹 你們認識多過我 我不用介紹 總之就是潮州食物 那就是你 這是我摸片 其實 我問每位 做小壞蛋醫生 其實都是被他笑的 醫生常叫人戒口 醫生是自己吃什麼 是不是什麼都吃 我都會戒口 你都會戒口 這些是不是合適 這些看起來是很漂亮 你吃不吃 我是吃的 不過旁邊有些皮我會去掉 這樣你也要去皮嗎? 是,我會的 是嗎? 這是習慣 習慣來的 照吃,但肥的皮會去掉 其實有些什麼168 有些什麼生童 你會不會那些嗎? 我不會 先吃一下 好 紅糕永遠不會讓我失望 豬大腸外面很難吃到 所以你看到一片片的味道好 這個叫鵝肝 這裡一定要吃這個 但是我會覺得你會抗拒 會不會? 少許 我不抗拒 因為平時很少吃 很少吃 我也很少吃 既然你說這麼出名 試一塊也無妨 沒得不試的 一塊真是一塊一塊 但是 但是這樣 作為一個腎病科的醫生 我想問 你會強烈提示病人不好吃嗎? 因為這些是屬於內臟 主要是吃了尿酸 如果有尿酸的問題 會引起尿酸高 痛風 尤其是腎病患者 如果腎功能不好 血裏面的尿酸是會高的 因為腎臟主要負責排的代謝物 尿酸是其中一樣 主要是靠腎 腎功能不好 所以血裏面的尿酸會高 再吃多些高尿酸的東西 有機會引起這個痛風 我不管 說不定 我也試試 你說這麼多 你自己也要試試 試試 因為這是健康小壞蛋 我覺得 我們在講健康的時候 其實是偶然間 所以這個系列不經常出的 你會發覺 但各位 因為我們也不能經常做壞蛋 你不吃這個可以吃豆腐 我又想說 他這些豆腐 你吃不吃豆腐嗎 我吃 當然吃 這些豆腐你也要試試 他的豆腐真的很好吃 豆腐也是有益的 有益 放在一些不有益的上面 你會提出病人 除了這些內臟 還有甚麼不好吃 我想主要是跟三低一高的原則 就是低糖低鹽低油高纖 不過也要視乎是甚麼患者 例如是我自己那科 腎病的病人 又很有趣 我們叫他不要吃豆類 豆腐 豆腐不要吃 因為他原來鱗質又高 因為腎臟又是負責排斥鱗質 如果鱗質積聚了 又會引起血管硬化 這些豆類的食物 包括豆腐、花生 其實鱗質都是高的 所以應該也是要小吃的 有喝歌嗎 你有沒有自己是喝歌的 喝歌嗎 我其實甚麼歌都喜歡 不過是中西流行曲 甚至是廣東流行曲 最主要是 因為你們經常播的那些歌 我做DJ的時候 你當年播甚麼歌 全部都入了我腦 真的嗎 有聽嗎 有聽 因為當時我們讀書 不會像現在這樣 拿著手機 那些朋友可以二十四小時打機 沒有的那時候 那就是聽三機 最喜歡就是聽歌 每個星期都聽聽那個 中文歌曲 龍虎榜 新歌 剛剛才四十年 有甚麼歌 可以登上榜首 記住 那些歌聽得多了 那就入腦了 所以就沒有甚麼喝歌 但是聽歌的範圍很廣 很多的歌我都喜歡聽 阿姐的歌 是我偶像 喜歡認識她的歌 難怪阿姐這麼熟 這麼朋友 不單止我認識 我的小朋友都認識阿姐的歌 不厲害 是的 我兒子會拘捕 萬歲千山中思情 驚華春蒙都會拘捕 如果阿姐做演唱會 可不可以請她們上台 伴一伴奏 阿姐當然會有很多專業的人幫阿姐伴奏 不是 大家一起來開心 我也想看到她的下兩代 不下一代 來和她一起伴奏 我覺得都挺好玩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 找阿姐來做演唱會 也好 下次如果再有機會 這個開心車人大派對 我真的會再按摩 適年鄧志偉教授 很開心 好嗎 大家一言為定 多謝大家 喜歡這條影片的 請跟我分享出去 分享美食出去 然後訂閱健康蛋 按鈴鐺 還有加入我們的apps 我們下一集健康小壞蛋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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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